接下來請李議員順盡質詢45分鐘 謝謝 我們兩位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的市長、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事務團隊、市民朋友 我們議會先進 我們的媒體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地高興 市長總結孫 市長辛苦 帶領到我們的市務團隊 來跟議會、市民報告 來接觸 聽我們的建議、聽市民的心聲 在這裡代表市民的一份主 跟我們的兩位大家長、團隊謝謝 這是我們 今年市長市政報告 裡面提出的方向 沾對這個議題 我要來請教我們的市府團隊和市長 市府市長在這個市政報告 要把我們的高雄市 要來翻轉 這是我們翻轉的契機 要照到我們的高雄工 要把我們的高雄市 可以說產業升級 要把我們的產業轉型 照到這個 翻轉的動力 畢竟 發展後 我們的民宅 可以說 大十八倍 民宅大十八倍 我們的民宅 六都最大的 可以說經營最辛苦 市長找到這個高雄工的發展 要來翻轉高雄 要來 預住城鄉的建設 拉近城鄉的距離 要讓我們的 高雄大高雄都 可以併做 移居的 安全的 沒有污染的一個生市 非常健康 這是市長的翻轉的策略 市長的翻轉策略 裡面有一個 亞洲新灣區 照這個島來看 是以國所公路 為這個 為改 亞洲新灣區裡面 就是我們的骨槓 生活中心 包括我們的 會展中心 包括我們的 孟時代商圈 包括我們兩三個 特貿區 現在正在中間 在開發 特貿區 特商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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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改造的一個工廠 包括一百九十九條 要在這裡 要刷離開 要刷離開 要刷來到我們的古槓 要刷來我們的新槓 這裡面 包括我們的流行音樂中心 包括我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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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古槓 這市民 最愛去 外觀市 最愛來的地方 市長要把我們的 古槓做成何中心 要把我們的新槓 要把我們的新槓 做成三中心 這裡面 剛才有 第二回規 第三回規 還有我們既定的 第四回規 都在這裡出現 包括我們的小港的五回規 包括 第二回規 台電 燃煤廠 跟我們的六回規 這就是我們來 暗門港前春的所在 暗門港前春的所在 這日港口 這既定 這既定 這是我們的 新槓的範圍 最重要的 這裡有一個 洲劇二旗 南新自由貿易港區 這劇二旗 這已經都 這個 目前家圍要開發 二零一九年 要囤 兩百公圈 就是我們的七櫃 跟我們將來的 油槽中心 其後 二零四零年 還要 翁南 就是大南新 翁林鋒 還要來囤 兩千公圈 這個 大南新的家圍 這看得出來 新槓跟古槓 他們的連接點 就這條 中山跟沿海路 這看得出來 村的都沒有路行走 村小條路而已 這條比較大條 國旗目前的 現況 命運未浮 要怎麼發電 不知道 這還要久了 新槓跟古槓 已經都在啟動了 已經都在啟動了 要等說 讓我們很期待 也讓我們很怕風 既然燒槓 沿海 定做生山中心 我的建議 市民的願望 要加強建設 要改善 生活環境 這是市長 反專高雄 我們市民最大的願望 這也我們的福氣 我們的幸福 你要把我們產業升級 要把我們產業轉型 要把我們的生活更加好 整個我們集結的機會 我們也更加好 但是高雄地區 碳排放量 常連居高不下 這大家知道 可以說PM2.5 可以說 常常在指報的改動 我想 新港裡面 新港裡面 這個 整個都要說來這裡 包括我們的七櫃 地區貨櫃 就是洲際二期 目前 填海造路的中間 這可以說 雖然 創作了集結機會 但是 因為 這個 溫室氣體排放 跟我們的固定污染源 這麼多的進行之 雖然創作了很多 經濟機會 但是 也讓我們的前進修工 還是我們經過的高雄市 排到 高碳城市的名義 和財政經理 環博教努力 通過我們的空污總量管制 高坪地區空污總量管制限制 空污總量管制就是 每一間工場 你的 費氣 你的費煙 你的污染是多少 給你訂一個上線 這可以說 行為我們高雄的 環境的程序正義 陳經德的陳副市長 努力很多 特別跟你加強 最大的污染工場 你的污染量是多少 給你訂一個農地 這還給我們的生活正義 但是 高雄人都希望 有一個新鮮的空氣 不要說我們前庭小港 全經格的高雄都會影響到 所以這 無精神不行 無精神不行 所以我們要繼續 執行空污總量的管制 可不容緩 可不容緩 這是我跟市長報告 既然小港定位生活中心 雖然更大的建設 來年報 但是小港 堅定到底面臨什麼科研 我想 這裡有很清楚 太魯閣草芽道開業 航空物流園區招商 市長這就是你的新港的頭 新港的頭 新港的頭 中間都是居民 中間有一二十萬的居民 加上臨延 將近二十五萬的居民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不得不慎 小港前陣臨延 面臨的挑戰 剛要開始 這個是一零二年 一零三年 我們那邊的狀況 也就是新草芽道 中山中平中安入口的一個現象 每年都列居第一年 第一名 造勢的事故跟死亡的人數都是最高 我調了一下一零四年的資料 總計一年一百四十五件 一零四年比一零三年又要高 這是造勢入口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草芽道 就是我們的航空物流園區 整個都帶湊在這裡 整個都帶湊在這裡 四個都帶湊在這裡 這是我們新草芽道的這個 這個現況 來放一個樓 放一個樓 看看來 這是我們新草芽道開墓的狀況 開墓這幾天 的狀況 人在那裡走 可能是阿伯 在這個路口要站起來 就站不起來了 不要說人 現在人的狀況就是這樣 我跟財政經過歡迎 現在我們的交通局 僵使有在科路 要把這條斑馬線 要出銷 因為會比較有地下渡 會比較有地下渡 但是你會在那裡 還不可以不走 不可以不走 這個車有 有時候大車在頭前 小車在後面 人走過都不知道會發生事情 已經發生過了 你看這個人走不離 這個人走不離 這個人走不離 這個大會公司 有這個狀況 這是我們 這在地方這裡等 來好 不然我們攏大庭 攏大庭 謝謝 來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剛才我跟市長跟局處長報告的地方 中安中坪路口 這個地方就是 航空物流園區 我在說的 這個整個 特艙區 這整個都是 台藤的土地 整個都台藤的土地 只有這角 好像十幾坪是私人的 這一次 特艙區一起的徵收計畫 只有一個人 是私地主 其他都是台塘 徵收很順利 因為只有一個人 這裡這一塊是機場的用地 但是很可惜 這裡面都是機場裡面的一些工廠 到底什麼樣的工廠 到底什麼樣的工廠 我等一下請問一下 金華局長 有多少工廠在裡面 這個是這一次 機場為了航道不足 像我們市民 像我們的 農民朋友 徵收了七十一點五公尺的 這個跑道的用地 那 這一個中安路口 現在這麼嚴重 貴陽路孔鳳路 這個居民 都沒有辦法進出 都沒有辦法進出 機場裡面 我總共算了一下 他有六個門 六個車輛可以進出機場的門 管制門 但是很可惜 我們的 原來的復興空廠 現在改為高雄空廠 所有的工廠的車輛 都從這裡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在爭道 這是很科學的 機場裡面有二十八家的航空公司 超過一百條的航線 每年五萬多架的架次的飛機的起降 市長 現在 未來還有很多聯航要來 很多好來 看好我們高雄 我們不提早應應不行 所以這個機場用地 現在 結合機場用地 還要啟動他們的航空物流園區 還讓我們在這裡 把我們的新港 這個效應打折 打折 將來都沒辦法 過一條而已 市長 要把我們的新港和航空 要連結 只有這一條路 只有這一條路 這沒心中不行 來 這個 是當作報告的現象 這個是太魯閣道 這個是捷運公司 總公司 三國通道 八八 這是我們的漁港 漁港 每天幾萬人在這裡進出 臨海工業區每天八萬人 不要包括零年 這裡要到零年的 五六萬人在零年進出 八萬人在臨海工業區進出 就只靠這條路而已 這個小港機場 很可惜的 我們的復興公廚 市長我幫你報告 復興公廚 該做高雄空廚 他結合了華航 結合了 那個 長榮集團 所有的 機上的東西 都在這裡做 做裡面 就沒關係 裡面所有的 飛機上的物品 都在這裡做 包括洗棉被 洗毯子 都在這裡洗 包括耳機的 整理 穿袋 包裝 都在這裡包裝 在裡面做就算了 這到底有沒有算 違章工廠 在這裡跟我們的草芽道 跟我們的中山 把市長的家圍打一 在這裡 他不走百尾 他因為這 中邊都有路 他機場裡面都有 圍牆旁邊都有 他們對外通路 都可以跑 他裡面有安全通道 他不走 他貪獨便利 他就要從這裡出來 要來高速公路 比較快 做裡面的物品 就算了 洗裡面的棉被 就算了 做裡面的耳機 就算了 他還做外面的 從嘉義以南 所有的百貨公司 所有的大餐廳 都有高雄空廚的 的餐點 在裡面賣 那車輪多少 你怎麼知道市長 你都沒去看 最下班車的車輪多少呢 我給我們 最簡單的反應 來 進發局 你幫我答覆一下 這裡面到底多少工廠 在機場用地裡面 他可以做什麼東西 市長 來議長請 進發局長答覆 請進發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理議員 那個我們的工廠登記資料裡面 有明確的指出來 有兩個工廠 一個是高雄空儲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另外一個是 高雄空儲股份有限公司的二廠 所以他有兩張廠燈 他是合法嗎 是 合法登記 他可以在哪裡進出都可以 在裡做什麼項目都可以 營業項目我們都不要管 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他基本上是做機場一些附屬的一些空儲 你其實萬文生意都知道說 他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但 他是一個合法的工廠 這是確定的 裡面也有漢渦 漢渦就是維修廠 裡面也有污水處理廠 裡面也有混化爐 你知道嗎 那些都有定義 去看一看好不好 都集中在這裡 都集中在這裡 如果您提到的那些部分 他是另外的 就是屬於機場的主要的 他運作所需要的一些東西 可能 是不是需要工廠登記 我們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市長現在 因為 市民朋友的願望 希望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希望 我們的上班 我們的主帝 我們的先生 我們的太太 出國可以安全 平安回來 市民朋友在這裡 非常好 現在地方很需要的建議 就是希望在這裡 在這裡開一條 二十米的 二十米的 因為機場 那時候 土地不夠的時候 土地不夠的時候 要跟我們 政府這塊的時候 都發局有附帶條件 讓他們開發 希望 他們保留綠帶 做綠帶 希望他們把農路 原來的農路給流出來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了 是不是市長任內 或者是將來有機會 到中央 更高的職位的層級的時候 現階段可能比較不容易 如果將來有機會到中央 也能夠 我們拜託市長 能幫我們地方想想辦法 看怎麼樣 這邊可不可以再開一條馬路 讓我們這邊的市民朋友 最起碼讓他們特艙區的人 現在特艙區的一旗 已經重劃八十幾家廠商 二三旗正在招商 這些都台塘的地 機場跟台塘 有義務協助我們地方 來解決我們的交通問題 我們不敢奢望 比照桃園航空城 中央政府多五千億 六千八百多公頃 也有蛋黃區 也有蛋白區 市長我們這裡 希望蛋殼給我們 希望機場的南側 就是飛機路 就是山東青島 濟南泰山 這個都是生活的秘籍區 就是這些就是生活的秘籍區 機場的北側 還可以再發展 能不能提供一條由機場 台塘提供 將來他們的特艙區 一旗 二旗 三旗 這個將來也是要用我們的 中岸路進出 不合理 他們應該要提供自己的土地 然後規劃一條二十米三十米 把這個中岸路跟高峰路再連結 要不然這邊的居民已經都沒有辦法進出了 這邊的居民上下班都沒有辦法進出 這是我給市長報告的 所以民隊這麼大的壓力 民隊齁 起附新的政策 我們都支持 我們都支持開發 雖然 這個 這個 這個方面 新港的這個 這個原始點 這裡交通比較混亂 但是我們將來的貨櫃石化 油艇啟動之後 將來更嚴重 更嚴重 那有關道路安全 有關環境安全 有關工業安全 要怎麼輸桌 要怎麼輸桌 我想請市長簡單 把你的這個 把你的循環 把市民報告一下 感謝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同意說 我們今天前進修江地区 我們的大魯閣 炒一到這個部分 以市周圍的這個道路 因為炒到我們的大魯閣的開幕 哇 整個交通 其實增加很多衝擊很大 所以高雄市政府一直鼓勵大家搭乘 大眾運輸捷運 捷運也暴增了大概 一天差不多四萬多人士等等 這個當然 我們就本來就希望 前進修江 有更好的發電 但是發電 整個人來投資七十多月後 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的交通局 正在評估 這四邊道路系統 要怎麼來調整 是不是要透寬 還是新線 這都剛才李議員說 有他很多的必要性 這些我們都是正在檢討中 如果為了整個未來 我們會修江 和前進超過地区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專業上 在做一個評估 那我們也會請 我們現在在交通部 我們的王國財次長 他也是原來我們的交通局長 在這個部分來協助我們 這樣的話 也盡力來解決我們前進小港 這個地方面臨 你看有飛降 還有這麼多未來可能性的發電 我們市政府對我們前進小港地区 師兄 導致和當危機 差不多超過一百五十幾億以上 這個部分 我們未來這個地方 你剛才我們李議員所說 未來我們亞洲新灣區 未來新的所有後櫃 第二洲際後櫃中心等等 我相信這個地方未來的發展 但是怎麼樣子兼顧環保的正義 還要跟當地、大老婆、青春 頂頂這些問題 都是要經貸來輸扣 經貸來跟我們的住民 大家有很好的交通 跟環保團體、公民團體 大家為了高雄新的商業 整個高雄的發展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用最理性的態度 高雄不可能沒有發展 但是高雄需要我們未來產業的發展 升級、高質化、頂頂 減少汙染 或者一個綠色材料的循環 頂頂這都是高雄未來發展 我們一定要做 所以我們很感謝李議員 提出有很多很重要的意見 尤其是交通的問題這個部分 我們專業上 我相信我們會檢討、評估 謝謝 感謝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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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地方問題的沈蔽 但是市長的身感和骨感的見識 說實在 都是我們的交通部民間局也好 我們的交通部幹部局也好 都是現在很大部分的發展的需要 到他們的目的 所以我們的交通部民間局 我們的交通部幹部局 則有旁貸 我想他們有義務 尤其是台湯 這麼大的 航空物業員室 這麼大的在這裡 整個都他們有四級 如果說連一條路 來把高雄市政府支持 來把市民回饋 都做不夠 如果這樣 高雄市長在這裡存在意義 少江人就要檢討 少江人就要檢討 我們支持建設 我們支持成章心 但是我們還需要來建設 需要來 提供一個更安全的路 給我們 更好的環境 給我們 以上感謝市長 謝謝感謝市長的章師 來現在第二的議題 台前 這個 鳳螺九個月 中油 四個月來跳車四邊 原來路 大廚來水公 在過年的中間 破了 三十三點鐘兩天 剛才在過年的時間 沒水行營 成章心的安全的環境 現在剛才要調建 剛才還沒調建前 就這樣 調建後 要怎麼來確保 今天很重要的議題 也是要跟市長報告 這是台前頓工程那時候 發生的事情 這個部分 會比較有 十二十七條的 就話說 很特殊的現象 其他地方少有 二十七條的石化管 他的右側 是這邊的右側 是我們中油的油槽 他的北 他的北側 是我們 中鋼集團 中炭的化學倉庫 停工停到現在 轟路轟到現在九個月 前六個月 完全轟路 這一兩個月 僅開放小機車 小汽車通行 造成也相當的不便 這個當初斷裂的情形的一個狀況 他的影響的範圍 來 這個是我們賴瑞隆 賴立委 在今年的質詢 台電 花了五百六十五億 在小港 大林廠這邊 購買了不良廠商的紀錄 罔顧民眾的安全 這是賴瑞隆 賴立委 仗義職員 將來缺電 將來公安 誰來負責 賴瑞隆 我知重點說 這已經不是台電 可以講清楚的 賴瑞隆要求行政院 要出面 出面 成立調查小組 一個月查明弊端的真相 並追究相關人員 叔叔的責任 我們也要堅定賴瑞隆的表現 我們也要堅定賴瑞隆 替我們地方講話 在這裡非常感謝 這是台電 在四個月前 在安裝的時候 這個燃煤機 整顆都倒下來 跟賴瑞隆說的又不一樣 賴瑞隆說的是嚴修的時候 也是更會流氣 也是更會流水 五百六十五億 五百六十五億 台電 大拿手 開五百六十五億 鎮安英國 常常發生 市長 這雖然中央的單位 但是有時要複雜 複雜 複雜我們的 修海的背心是我們的 我們應該要出來管 賴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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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瑞 有夠多 糾 糾粉的 老婆跟補不中的 補兩天 為了要生錢補兩天 春的二十八天 沒補老婆 等半年後 還要辦白 辦出一場的孫 半年辦一遍 一年辦一遍 再來補兩天 在裡面做工作發生事情 執災好 私能好 還沒可以清 保充也不慣 清兩天補兩天 保兩天 保兩天的勞 保保 工程的糾紛 圍標 打架 常常上電視 這有損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形象 雖然在他們的工地裡面 雖然是中央的單位 剛剛賴瑞隆說的 我們還應該要關心 我們出來要調查 沒復活 復活我們的 受害是我們的居民 是我們的母子 但是 賺他們的賺 有時候三個半年 做工的老婆帶來找我 議員 我們今天做工的時候 我們老闆叫我 看一看下去就好了 都不要管 保養來掩飾 掩飾 說就放下去了 放下去要怎樣 要怎樣 他就自然有關 說一說還沒事情 做工的在那裡煩惱 說這鄉人的政府不知道 我要 老婆睡不著 三個半年來找我 議員 我會這麼快 這裡面的狀況實在太多 難怪 五百六十億會買到爛設備 會買到爛設備 公安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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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事情 我想齁 我們市府要關心 我說這樣 應該聽話 後來 路他的事件 到底真相是怎樣 是二十七條港 收力不好使 還是旁邊的柚子有幫忙 還是中團的化學工倉庫 有損害 還是我們的主管機關 沒有有效的掌控 還是沒有認真的去執行 為什麼到現在路還沒有通 我們很懷疑 我們很擔心 將來 我們的 市長所謂的綠能產業 我們所謂的石化專區啟動 我們的油草通通過去了 那更受不了 來市長大附近來 有關我們台電 這一連串的公安事件 包括中油也好 中油氣爆 好可以 OK 我們副市長代理可以 請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那麼中林路坦塌的部分 是完全是台電 他跟施工單位管理上的問題 對整個相關的地層 或者是裡面有多少管線 施工有些問題不剩 所以那個問題不小 那個問題不小 那中油淋圓廠的跳車 他後來當然不得不用這個flare去燒掉 但是這個也是管理的問題 那我們的看法是這個都是兩個這個老公司的啦 長期管理上的問題導致相關意外的發生 那比方說中林路 中林路將來要去客服 包括市府還有一個污水的這個下水道在那裡 整個都要客服這個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非常同意李議員的看法 那麼這兩個公司啊 事實上需要管理上是需要再加強再加油 好 市長 來副市長 謝謝 我想有答案啦 但是我需要真相 是不是 勞工局 就他們公安的狀況 我剛才說的 勞工局也注意一下 我們的研考會也好 我們的相關單位也好 都要去注意這些狀況 裡面 目前真的問題很多 這是賴立委敢講出來 他敢講出來 其他的民理代表沒人敢說 我還在這裡講一點點而已 我還在這裡講一點點而已 他剛好有講出來我就講 所以地方上的壓力有多大 我想市長應該要稍微關心 這塊 修工的未來的建設和發展 後面的問題 真的 後面的問題 真的 感謝副市長 碰下的獨特 陳津德跟我們 原來研考會主委 許利民 許副市長也常常去 我們都很肯定 也謝謝市長的關心 也持續跟我們地方來關注 謝謝 來 有一個議題 市民朋友 常常問我 尋常你做民理代表二十年 對立長和議員都不動 到底修工前進 發展到什麼 我有時候 念念一大堆 但是 市民朋友 在網路給我回答 小港前陣的現況 現在 清水疏離 他們以前 如果要海邊 找一個魚 抓一個魚 抓一個魚 都有 現在整個都沒有 從前陣漁港開始 到我們的零年漁港中間 除了厚比頭漁港 之外 其他的幾乎都沒有 清水疏離 這二十年 後櫃衝刺 空屋瀰漫 石化包圍 這是網路 直接告訴我的答案 我怎麼樣回覆 我給市長報告 可能是因為我們 地理位置的特性 都市發展的需要 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只能盡量的監督 盡量的緩緩 盡量的來改善 以這樣來代過 但是我們也心來 面對鄉親的東西 除了創造這個機會以外 我也希望 可以改善我們的環境 希望可以盡量 可以 讓市民朋友 這條保障 這條精神上的安慰 這是我們的願望 來 市長的報告 裡面 這是我的引用 我們市長的市長報告 收工延海瀉力 要全村 要實現環境正義 這非常好 市長有看到未來的重點 大難部包在裡面 延海 應該說延海瀉力 不可以只說大難部 甚至要說收工延海的全村 包括阿門港的全村案 都要做會說 都要做會說 這是阿門港的全村案 要有大部分人的心聲 跟亡網 跟狹網 延海瀉力的全村 目前市府也在啟動 目前市府也在啟動 這是 在我剛剛在說的 這二十年來 秀港的變化 中油 這部分 這剛剛副市長有說 這老唱老環境 來 網路 在這個部分流傳數個月 我們的局長主委看看 我們這邊的局長 有人看到這個網路的 請他手 我念一下 憑什麼 為了達到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得犧牲 紅毛港人 小港人 齊金人 這包括齊金人也講進來 的生存環境 從哪裡流傳出來 我不曉得 流傳了兩三個月 整個台灣只剩下高雄 可以開發而已嗎 我們這些人都是次等公民嗎 我們的局處所長有看到這樣的網路 這個是他的網路 http 點什麼兩橫 什麼ww 這個齁 這個網路有看到的局處所長 請舉手一下來 有人看到嗎 沒有啦 網路沒有人這麼用去看網路 還是看手機 但是手機 我是在手機看到的 我電腦不行 但是我手機看到 常常在喘 常常在喘 我也有給他看 來 這是我們 這個一定是PM10.0 經濟與生態怎麼拿呢 還不是那10點 連播三天 我們來看看 目前的總控 今天我們的PM10.0 要帶各位來關注的是 我們的自然生態跟發展之間 到底要怎麼樣 來取得一個平衡點 這其實是我們一直 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而今天我們焦點 要轉到最南端的高雄港 因為這邊有上百萬的漁民 他們最近都在抗議 因為他們說他們快要沒有魚抓 快要沒有飯吃了 為什麼呢 因為高雄港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填海造陸的計畫 他們說這真的是影響到了漁民的生力 漁民的這個 漁民的一個經營的狀況 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我們來看喔 因為在高雄港這邊呢 未來他們就要在海上填出像這樣子 一個分字型的陸地 正在進行的是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第二期的工程計畫 預計呢 其實在這個民國100年的時候 他們3月已經通過了環評 開始動工了 將來預計呢 要蓋出多大的一片陸地 422.5公頃 這相當是多少 592個足球場 這麼大的一個面積耶 蓋出來說要來幹嘛 要來興建的是石化中心 以及中油還會蓋一個 蓋一個432萬公比的一個儲存槽 但是漁民他們就抗議說 這就破壞掉他們 進海的漁場了 所以其實在上個月的時候 他們已經發動了300艘的漁船 來包圍了整個工程 要求要立即停工 但是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 現在他們更揚言 要正式宣戰 要來癱瘓高雄港 來 好 我相信到這裡就好 謝謝 這是漁港的狀況 高雄的漁民 最近包括林峰 包括旗町 他們都有連結 這不是小港人而已 臨年漁會 臨年漁會 其今的我們的高雄漁會 我們的小港等等 都有參與這樣的活動 政府打算 在我們的高雄的外海 填足我們的 這個 洲際二旗的一個工程 這個部分 是我們將來的 油儲的 這個油儲的儲槽區 就是中油 四百 三十二萬公餅的油 要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七櫃 這是我們的七櫃 這是我們的六櫃 目前陽明海運在經營 這個是徵收我們紅毛港的土地 然後填足 然後改善 然後整治出來的 的一個陽明海運 經營的一個 六貨櫃中心 這裡是原來中油的廠區 這裡是我們未來的 油艇 產業專區的一個計畫 這是基町 這個 幹部局 說 現在的鑽越來越大隻 高雄港的水 受限 不可以 高雄港是經貿港 所以他要發展到 深港 田足深港的一個計畫 我們市政府 也配合 因為說 跟我們的 亞洲新聞區裡面 一百九十九的油則 在二零 二一年 要完全 刷來 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裡面 在這個部分裡面 一百九十九列 跟中油的 四百三十二萬公片的油則 都要來這裡 這是我的海區 這是我們的七櫃 對 市民朋友 當然市政府跟 甘部局的態度 對港區的空氣 比較好 對我們亞洲新聞區的安全 比較好 畢竟 這一百九十九列油則 我在我們的亞洲新聞區 我在我們的夢時代商圈 我在我們的特貿區 我在我們的七十九基 八十三基 的中華區 我在台塞的中華區 我在我們的 二零兵工廠的附近 未來都將來我們市來的重大建設 但是發行複雜 要怎麼樣 所以市府的政策 在二零二一年 要把亞灣區的一百九十九 油則要刷來這裡 市長 市民朋友 他認為說 現在目前Q産的價位 會影響到他們的漁貨 包括湧南的 林芳 包括翁白的 基甄 這是我們秀港的環圍 因為他們竄圍起來 他們在辦理一個叫做 他們在辦理一個叫做 海上娘媽祖 重新華裕民 重新保余民的這個華東 這英雄的華東 不知道 當然 市政府的建設 我們都支持 抗議我們要溝通 但是將來的影響到什麼程度 目前還沒評估 但是這影響到我們的國際形象 影響到高雄港的競爭力 跟我們高雄市的競爭力 齁 不得不勝 不得不勝 但是這個價位來面 目前新的變化 市長 我幫你報告 這個 把阿門港人 精修的土地 這個 叫做六櫃 揚民海印的經營 經營好好就好好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把我們的股權 百分之五十二的國館 賣給外資 百分之十 賣給美國的港口公司 百分之十二賣給日本的郵輪公司 百分之三十 中國的陣農集團 聯合成立的 中國的陣農集團 現在來在這裡打算 打算我們六櫃 現在幹部局 為了要開發他的土地 就跟我們成立一個高雄港 土地開發公司 辱法炮製 還要來成立七櫃 用一個理由 說一百九十九個郵作不來這裡 不行 郵作來這裡比較安全 就把那個港口 好,我們市長 我們市府都支持 但是 我們的中央的立法人 地委陳歐伯 議我們這個 北立委提案 凍結我們 洲際貨櫃中心二企的工程 在今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提案 現在才五月齁 才五月 已經把我們的 洲際二企的中心的計畫 凍結 市長 我們的亞灣區 積極在啟動 我們的亞灣區的優責 有辦法耍過 市民的控制 沒飯吃了萬幾的漁民 這是保守的工程 其今 小港 林園 漁民 市民朋友一二十萬人 真的只有一萬多個漁民嗎?保守的估計 現在立法委員陳歐伯看不下去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港務局局長的人選的問題 還是真的揚民海運 把股權讓給中國大陸 由中國的陣容集團來這裡主張 現在又要如法炮製要做一個七貴 政府當初 花了一百八十億 徵收的經費不算齁 徵收紅毛港經費 光這個碼頭的建設 一百八十億 現在把他轉移 把他轉移 把他轉移 都阿拉在這裡打算 阿拉在這裡控制 現在還要 用七貴 好 我們也都支持 但是 影響有多大 漁民的抗爭 八位立法委員的提案 凍結我們週期後貴二期的工程 到底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影響 我想等一下請市長 統一的答覆好了 統一的答覆好了 我把整個狀況報告完 把整個狀況報告完 這個是 我們將來 是不是這樣會影響到我們的千春計畫 小港六里 我都說六里 因為兩里 人心緩緩 靠近您眼的兩里 他們說怎麼這大林浦四里 你們走啦 我們怎麼辦 我們能居住嗎 所以一定要更正過來 我要為縫比頭 幫坑地區的民眾來講話 沿海六里 要千春 這樣就對了 這是市長的報告資料 我這樣沿用 這樣就對了 市民朋友很擔心 大林浦四里走了 我們兩里在那裡幹什麼 好 那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贊成 那將來怎麼做 細節怎麼配合 或者是怎麼樣來執行 我想市政府有一套有在因應 我們也期望趕快進行 但是現在 有一個狀況 這也是我們賴 賴聿龍立委 在立法院的提案 在立法院的提案 以及他的資料 五二零前 經濟部長 這是五二零前 馬政府的時代 鄧正宗這個錯誤 鄧正宗回應賴 賴聿龍立委的一個說明 立委賴聿龍四月六號 在立法院要求經濟部 積極推動大林浦千春 經濟部鄧正宗表示 經濟部已經核可大林浦的千春 應該講沿海六里的千春 評估報告 該報告 已經送到行政院審議 報告要朝 先處理千春 先來千克共 不要考慮後續的土地使用方向來辦理 千春的經費 將近七百億 比照紅毛港千春的模式 由行政院編列經費 統籌成立跨部會小組 高雄市政府協助完成千春作業 公公市政府要來接評 中央來覆責他們來接評 我們來接評 評估後續用途之後 再交給須序地機關 預計二零一九完成 我們也希望齊御家 有一個積極的態度來啟動 最近我們選區的民主代表 或是相關議員都在關心我們地方的 舊海的發展 到未來海邊的發展 但是我剛在 這個 公廳的上面 我坐在那裡就有我們的市民朋友給我罵 孫真 現在為什麼要虛地機關 我們大老婆阿門港的千川是因為你的國土規劃錯誤 我恍然大悟 真的是我們的國土規劃錯誤 才演變成今天需要千春 沒有虛地機關 我們也要來面對 我受教於市民朋友 市民朋友這樣給我指責 我坐在大喇叭 當中心 那時候南京遊艇產業園區 在開 這個環評的時候 市民朋友這樣跟我罵 孫真 這是國土規劃錯誤 不需要虛地機關 政府要出來解決 我認為對 市長我幫你報告 認證對 內容立委 在 我們中央的努力 我給他去 我給他勤定 市長我幫你報告 沿海的千川 是因為國土規劃錯誤 把沿海包在裡面 把林芳江的區 把林芳江的區 把修江所有的工廠都包 把大喇叭 把洪比頭 幫他 六里 我還要特別強調 不然市民朋友都在聽 待會把他們兩里幫他 六里 這個千川的工作 這是國土規劃錯誤 千春勢在必行 不用虛地機關 賴瑞隆 但是 五二林料 會變化 五二林料 會變化 所以現在 在最後 我要來 叫望市長 第一 積極來進行 不需要虛地機關 第二 大喇叭 沿海 六里 不可以攜帶 我們的市民 第三 照到我們的 沿海、六里的千春案 全案來解割 阿門港 要不會解割的問題 阿門港的問題 如果說到阿門港 敷政會 結束了 這個 全案 二十九公圈的土地 村的 交付甘務局 四十億 交回中央 重新啟動 又沒有窗口 又沒有法令 市長 這是整個 國土規劃錯誤 是不是能夠利用 這機會 解決所有的乘客 包括 紅馬港的問題 包括紅馬港的問題 現在講 沿海十里 十一里 沿海 紅馬港的五里 很支持市長 但是 很嚴重市長 有機會 在市長的 任內 我們地方 可以說 你都說 我都知道 但是到中央 將來有機會 要把十一里 延害 十一里的事情 做那個改革起來 做那個改革起來 現在的進度 是怎樣 現在的 現況是怎樣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洲際二旗 目前 立法院提案凍結 漁民在反應 會不會影響 到你亞洲新灣區的開發 會不會影響到 亞洲新灣區將來建設那麼美好 因為油潮 市長 那油澤 不是 玉米 不是 煙粉 不是 水泥 那是 第四類的危險物品 消防局長在這裡 他的資料我都看過了 那一百九十九顆的油潮 將來如果沒有辦法順利遷到外海 影響很大 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 這很重要的問題 漁民的抗議 立委的提案凍結 紅毛港 大林埔怎麼來解決 市長 拜託市長 給我們關心一下 給我們打扶一下 拜託你努力啦 中央的事 拜託 謝謝 先給你議員報告 比較關鍵的部分 稍等待南府市長 給你說明 就是修江沿海落村 前川的問題 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 有提到中央 很密切 在互相交通意見 我是覺得說 我們未來在紅毛港 這個地方 包括現在這個大林埔 我們有很多 如果中央有很多包括 桌子以後櫃中心第二期 你要繼續去推薦 很多的政策 我們大林埔 的遷村 封筆頭的遷村 或是沒有去中央時間改館 這都有很多的阻礙 對大林埔的鄉親 我們有很多議員 有很多議員 有的人有表達 洲際後櫃抽刷的問題 表達意見 這個部分 我有請南府市長 蓋上民主民港部局交通 這個部分請你報告 謝謝 請陳副市長補充 謝謝議長 謝謝李議員 洲際後櫃二期 是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重要建設 那麼這個是不能停 那麼也是影響到高雄市 亞洲新外區 整個計劃的開發 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 高雄市集的立法委 沒有人會反對 也沒有人會同意 這樣的工程 能夠暫緩 那至於漁民的問題 林園 抽殺的部分 林園漁會 因為有漁業權的問題 那麼在漁業署的 這個見證之下 航港公司已經跟 林園漁會 已經達成協議 對漁業權的損失的補償 已經 已經有協議了 有一定的金額 那麼在港內補儀的部分雖然是商港 商港法本來就禁止補儀 但是 附近的漁民經常是在那邊補儀 所以這部分航港公司也跟這個小港地區這邊漁民來協調 會選擇另外一個地區 那麼建置讓這些漁民的 主法 白牙可以挖殼的地方 那麼我相信這部分 航港公司不會針對漁民在 在那附近的作為採取什麼樣的 這個影響或者財閥 等等是不會的 這部分已經達成協議了 那我相信這個 周期後規二期的工程 會如期的來進行 謝謝 謝謝李議員的精湛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請坐下 點好 都嗎 謝謝 請坐下 鈴鐺 請坐下